17日 每日双方宣布共同投资45亿美元 发展下一代通讯技术6G 致力扩大每日通讯合作到第三国 建立有别于中国标准的通讯网路 市场对6G的想象 是打造从地面天际到太空的超广域覆盖 以300GHz到Terahertz频率的电磁波 而低微道卫星广泛的覆盖率 在6G发展扮演关键角色 不管是国防安全的议题 或者是整个新兴产业战略高度的一个问题 其实大家现在都已经把眼光放在6G 现在在这个行动通讯的这个5G的技术上 再加上低轨道卫星的一个配合 希望能够把这个整个未来的一个 无线通讯的一个范围跟覆盖率 能够进一步的扩大 然后去达到我们未来想象的 这个6G的一个目标 卫星制造与发射成本降低 加速低轨道卫星发展 许多科技大厂投入这波新的太空计划 像是日本软银投资的OneWeb 以及美国的亚马逊 Facebook Google等 其中马斯克主导的SpaceX相对领先 预计在2027年发射供1.2万颗低轨道及超低轨道卫星 带动小型卫星地面基地台 地面接收设备 卫星通讯设备 及相关零组件需求看涨 假如说未来卫星通讯这个东西往比较偏半导体那边合作 可是它要需要大面积 Wafer做起来成本太高 那就做在玻璃上面是最经济有效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对LCD产业长期发展是好事 我们讲显示器无所不在当成人机界面的这件事情 会随着5G 6G的应用会更广泛 所以当然除了其他的包含半导体的大量使用以外 我们也认为将来的显示器的使用也会是非常普遍跟大量 台厂陆续打进欧美卫星指标供应链 包括金宝 台阳 稳帽及台光电等 是SpaceX星链计划的供应商 卫星通讯厂台阳 也取得OneWeb Kimita合作开发新评语技术 面板厂群创与新创业者Kimita 共同研发出一经超表面平板卫星天线 在新一波的低轨道卫星趋势 台厂绝不缺席 新唐利亚特电视成为模拟金金 台湾台北报道